范例第60部分 首先我们来大概 其实你会万一越画后面 图形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呢 像这一题还算是简单的 你们应该慢慢会觉得 这个题目感觉越来越简单 比如说第一个 这里下先画一个100 那这边他给我们几个尺寸 这个几个几个部分的 这个这个这个尺寸 角度部分的话呢 他这边给我们100 那这边有一个是118 那不过118 理论上我们用绝对坐标 绝对坐标的这个 这个方向来看的话 那这边应该是几度呢 这个应该是 把它减掉180 这个应该是62度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知道说 这个地方他的长度 因为这边跟这边不知道 这边跟这边不知道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先画角度 那画角度我不知道长度的话 我们通常都用什么方式呢 用把它这个拉长一点点的方式来做做图 那拉长一点之后的话 这边需要一个40 40的话我们怎么样画过画出来呢 其实你可以利用啊 比如说偏 嗯 偏移的话 那偏移是垂直距离啊 那如果说你这边是40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复制的方式 比如说把这一条线啊 从这边然后复制过来 复制到这边40 其实也啊 40 如果说复制过来40之后的话 他一样这个 那会跟什么呢 会跟这条线有一个焦点 那这个焦点呢 实际上你把它画过来一个水平线 实际上就会刚好是40 啊 就会取得这边的尺寸 ok 那最后上面就知道说呢 哪些线要裁掉 那最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再画一条50的 啊 55的一个线段就可以了 那55的线段啊 如果说用那个 呃 级坐标来算的话 他应该是多少 这样照过来 180加上多少 55的话 那理论上这一个地方应该 如果是绝对坐标的话 那应该就是 好 100 应该是235吧 对 那不过呢 如果说你要计算这个 再来画几坐标 这样也是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235度 画一条线 到这边焦点就可以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条线怎么样 做复制加旋转 有没有 旋转过来 那旋转特别注意 这个方向 我们就旋转 是 呃 他是逆时针嘛 逆时针是正的 所以你旋转 人家复制55度之后的话 这边就一条线 那再利用什么拉伸的方式 把它拉伸到这里 好 那这边的话 就会有这条线出现了 所以基本上 这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方法呢 前面都有讲过 那我们再逐一的把这个 部分再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画底部的这条线 底部这条线 我们画100 OK 空白键结束掉 这个把它改回来 改成白色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画一下白 再来就是角度部分 角度部分的话呢 有一个是100度 那你可以用极座标 设定一下100度 这里要100度 如果有100度的线的话 其实极座标非常简单 点一下之后的话 再绕过来 有没有看到100 有100 那100度之后的话 你就画一条线 稍微长一点点的 那长一点的这个线段的话呢 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等一下 把它再改回来 再来做那个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这地方 那再来另外一边的话呢 把这个 另外这边这一条是 我一样画一个线段 然后从这边 角度的部分 极座标设定一下 应该是几度呢 应该是62度 所以62度以下 很确定 然后再来的话 从这个点 拉过来看到62度 62度也出现了 出现之后的话呢 当你可以给他一条长一点的线 或者香蕉的这一条线也可以的 ok 不过呢 这样子不是我们样的形状 我们样的形状是 这边还要多一个40的一个线段 40的线段 那这个40我怎么知道刚好是40呢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的 这条线 复制过来 可是方向的话要拉水平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用复制的方式 然后选这一条线 空白键一下 你可以从这边拉一个方向 或者用水平方向也可以 拉一个水平方向的输入40 也就是说呢 他会从这个左边复制一条线 水平方向 记得是水平 然后40 enter 他就会复制一条线 有没有 40 刚好距离40 40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就会有一条一个什么的焦点 那这个焦点 你再把 把它从这边 拉一个水平线 过来碰到他的焦点的话 那这一条线呢 一定就会是40 你可以用什么标注线性的部分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40没错 OK 也就是你复制一条水平的方向 然后他这个地方就可以画出一条线 那再来这一条线 跟这边两条线 就可以把它删除 那这个地方把它修剪 这个删除呢 上面部分的话把它修剪掉 那上面多一条线 再把它移除掉 OK 好 那再来的话 这边要多一条55的线段 那我讲过 你可以用极坐标 或者你可以用这一点 怎么样 做旋转 那我们用旋转 选这个空白键 基准点就在这里 那把它怎么样 旋转加复制 好 那旋转加复制的话呢 我就Center 先复制嘛 然后呢 旋转55度 55度的话 你就是因为它是逆时任方向 所以是55 它不是负的 55 Enter 好 这边就多一条线了 多一条线之后呢 那这一条线 我要把延伸拉过来 对不对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延伸 有没有 它的用法跟那个修剪差不多 修剪之后 我们都通常会按个空白键 那如果你要延伸的话也很简单 延伸 按个空白键 再来你要延伸的这个地方点一下 就出来了 有没有 这样它就帮我们延伸出来 或者你如果不用这个方法 我们前面交蛮多嘛 你可以怎么样 点它 点 就是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可以用什么 点这边一下 其实这边也会有个什么 拉伸 你可以这样拉 它会有一个延伸线 你只要延伸线一直出现的话 然后碰到焦点点一下 也是一样可以的 一个是用指令的方式 用这个什么延伸空白键 那一个是直接点滑鼠 但是滑鼠 你一定要看到有延伸线 否则如果你没有延伸线三个字的话 它会是偏掉的 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两个方式都可以 我想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OK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